那在20號個案就是入境 入境後也即刻送醫 那經採檢通報今天確診 這一例也是首例就是說 經專案透過國際緊急醫療專機 轉送回國的一個首例 內新增一例境外一路的 community team的確定病例 這位是本國幾十多歲的男性 那次加納反國 加納在西非 那這一位是在今年2月到 西非加納經商 那10月下旬有接觸過確診的個案 因為他有返台探診的需求 在11月4號當地進行採檢 11月5號檢出陽性確診 那個案原來是在自宅隔離 但後續有出現呼吸急觸 胸悶發燥警醒 11月11號送至當地醫院治療 那因為病情加重 所以期間有完成 有像台灣這邊有完成 國際緊急醫療專機 轉送國人反國就醫申請作業 那在20號個案就是入境 那入境後也即刻送醫 那經採檢通報今天確診 目前是住院隔離治療中 病情有在改善的階段 那由於個案 在搭機到反國後送就醫的期間 他的接觸對象都是有適當防護裝備的醫護人員 所以目前並沒有匡列接觸者 那到目前為止這一例是第618例 所以這一例也是首例 就是說經專案透過國際緊急醫療專機 轉送回國的一個首例